上個禮拜五的時候 那個名單沒有出來 我打個問號 比較這個 打個問號 UB一下 今天可以把問號拿掉 他就是一個廖化內科 就是鼠中五大將 廖化朱仙峰 那名單剛剛韓濱兄 都介紹 我就不提了 這個是蘇貞昌 在2007年選敗給謝堂廷之後 蘇貞昌陣營講的 捲旗不繳械 流竄不投降 這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們雖然輸給謝堂廷 因為在我右手邊的這個天堂兄 他以前是謝系的大將 那時候蘇貞昌很怒 好 捲旗不繳械 流竄不投降 什麼意思呢 我們黨內初選輸給謝堂廷沒關係 但是我們不投降 我們不繳械 蘇貞昌陣營 後來他跑去美國 被阿扁叫回來 變成謝堂廷的副總統的搭檔 這個歷史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清楚 那我覺得這個賴慶德 今天在交界定義講 這個非常的不應該 因為官方都很清楚 不在其位是不謀其政 美國豬肉從來還沒有檯面化 他今天故意講 這是個風向球 主席叫開放了 美國一直在 因為之前阿扁總統跟馬總統 那趙怡翔是去談美豬開放進口的 之前阿扁總統跟馬總統被罵 都是美國牛肉 他今天把豬肉 故意把他講出來 我覺得是怪怪的 那最後我要請問一下這個賴院長 賴慶德說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這個他講過的 那我想請問這個蘇院長那你是不是 蘇貞昌你是不是也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所以我不是很同意 我要講說賴慶德去選2020 如果賴慶德你注意看 今天在行政院的交接上個禮拜五在總統裡面 他從來不講中華民國的 賴慶德他是不認同中華民國的 務實的態度那你選中華民國總統幹嘛 所以我還是那個結論 要選2020的總統 每個中華民國國民都有資格 但是請你先把你的兩岸政策跟論述講清楚 如果你要說你是台獨工作者 我也尊重你 因為真的有獨派 民進黨 溫多小團真的有獨派 那你就說我是獨派 如果你聲稱你是獨派 你不認同這個國家 你還能當選 我還是得叫你總統 但是你不能用騙人 我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我請問觀眾朋友 他一年多的時間 剛剛謝龍介說他的民調很高 我是無法認同 因為賴清德做了什麼 謝龍介最清楚 他的民調在高什麼 我說他比蔡英文高 對啦 是 但是我不曉得他在高什麼 民進黨哪有他比蔡英文高 他也比這個這個蘇貞昌 問題最重要的 他今天做得很好 他做得很好 怎麼會被謝龍介罪在打 這台南市議會這麼多的資訊 所以我告訴你 你如果賴清德你要選 你一定要把兩岸政策講清楚 那蘇貞昌如果 當然我不是立委 那你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一年多的行政院長任內 賴清德 他做了什麼務實的台獨工作 我看不出來 但去標榜那些獨派 大樓就挺他嘛 我覺得不應該去取巧 應該務實 講清楚說明